四级飓风E-N 以时速240公里的速度 扑向美国佛罗里达州 住户的大面窗被吹破了 鬼孤神豪般的风声 女声之外 还依稀听到狗宝宝恐惧哀嚎的声音 女主人用手机记录下 怪兽级飓风E-N有多恐怖 她和家人及七只小狗 躲进衣柜里避难 达六个小时 澳洲采访团采访时 正好遇到这一家人忙着撤离 摄影记者放下摄影机 飞奔伸出援手 走在最前面的妇女抱着一个幼儿 跟在后面的妇女手里抱着一个 手上牵着一个挥走炉的小孩 积水都淹到小孩的胸口了 而这一家的男主人跟在后面 手上抱着一家人烂以为生的瓶装水 摄影记者赶紧接过他手上的瓶装水 让男子牵起小孩的手度过危险 美国对修族的 梦幻天堂佛罗里达州被飓风 伊恩摧残的体无完肤 独栋小无相纸片被封丝成碎片 对照这个小岛马特拉查岛的 昔日风光和今日景象 令人不声唏嘘 困境中受灾户互相扶持 共渡难关 美国政府宣布佛州等地为联邦灾区 紧急运送救援物资 撤离老弱残病等需要医疗照护者 并且全力善后重建